HELLO 大家好久不見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的就是講好久的白鞋特技 然後現在桌上佈滿了我 這好幾年來吧 裡面年紀最大應該是我大一大二的時候買的鞋子了 那因為我就是一個百分之百的白鞋孔 只要看到白鞋我就會完全無法刹車超級想買 一直到現在都還是 所以就是收集了還蠻多白鞋的 那其實我覺得不管是小白鞋啊 或是白色布鞋、球鞋 都是還蠻百搭的單品 基本上搭什麼都不會出錯 而且甚至是可以玩一些比較混搭的風格 所以白鞋一直都是我很喜歡的單品 然後也很推薦如果你還沒有入手認了一雙白鞋的話 真的可以買一雙回來玩一下穿搭 喔對 然後在開始拍之前跟大家講一下我平常穿的尺寸 我的腳比較偏小然後偏扁 所以我穿的尺寸大概都是22.5 那只有部分比較 版型應該是小的鞋子 我會穿到23 那大概就是22.5或是22這樣子 那像是一些精品貴的鞋子 通常我甚至要穿到34 像是Gucci那雙樂福鞋 我就是拿34的 所以大概我的腳色是比較小的 大家等一下可以參考一下尺寸 好 那首先就先從年紀最大的那雙白鞋開始好了 也就是最經典的這一雙啦 登登 艾迪達的金標球鞋 這一雙應該非常多人有了吧 然後它真的年紀很大 可以大家看一下它超級破爛的 它這邊竟然破了一個超大的洞 大家看得到嗎這裡 超超超大 我也是因為要拍影片然後仔細拿起來看才發現 那這一雙金標啊 我覺得真的是還 色情質蠻高的 我從以前到現在的穿搭照 應該有百分之至少至少30 都有出現它 它真的是我幾乎天天踩在腳上 一直到我有其他喜歡啦 對 那這一雙我覺得它的鞋子包覆感很好 那一開始穿進去 你就會覺得整個腳是有被保護住的 然後是很軟的 再加上它算是說是這種 背殼頭的鞋型 欸這個叫背殼頭 反正就是這種球鞋的型態 但是呢 你看到它這邊有做一個 比較縮進來的設計 所以不會覺得穿起來 腳好像很巨大很胖這樣子 那這雙我真的是還蠻推薦給 想要入手一雙好看好大球鞋的你們 這雙的尺寸我是買UK3 或是US3.5 跟JPS2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這個其實現在 不管是國外網站或是百貨 我覺得都蠻好買的 但我當時買的時候 真的是超缺貨的欸 就是要 甚至要請代購買之類的 所以 真的是蜂蜜 那它的這個 欸我發現有點神奇的是 它旁邊的這個燙巾 Superstar這個 竟然 竟然還在欸 就是我以為這種 穿久了就會 就會掉色不見之類的 它現在都還很完好的在 那至於走久了會不會不舒服 我自己是覺得 還好欸 因為我腳還蠻容易腳痠的 但這雙算是我出國啊 或者是要去玩 走久了都還蠻OK的 就是一雙很適合帶出去走跳的鞋子 好那這一雙 真的是我自己還蠻喜歡的一雙 第二雙呢 就來看一下 也是愛迪達的 這一雙 這一雙應該還蠻少見的欸 其實這一雙是我之前去沖繩的Outlet看到的 然後它就是一個全白的設計 旁邊有一個小小的logo 用壓印的方式的 所以它遠看啊 就是一雙非常非常白的白鞋 像這種全白的白鞋 我個人是非常非常推薦的 因為像剛剛金標這一雙 金標這一雙 它旁邊還有這個條紋啊 然後後面還有這個 黑色的設計 我覺得某一些衣服 可能就沒有那麼好大 譬如說洋裝累的好了 一些比較lady的洋裝 可能搭起來就會稍微有一點點怪 但是像這種 像這種全白又比較細長的啊 我覺得在搭洋裝就也非常的OK 就會有一點點 雖然還蠻熟女女孩 但是又有一點活潑的感覺 那這一雙因為它真的蠻少見的 之前有人問我 他叫什麼的時候 我也真的還不知道怎麼回答 所以我會把它的編號 型號打在下面這邊 大家可能就是要去櫃上問問看 或者是去網路上找找看 這樣我覺得它不是那麼的好買 那這一雙的尺寸我是呢 UK4 你看就比剛剛那一雙還要再大一點 所以其實每一雙鞋子的版本不一樣 你要拿尺寸就會有一點點落差 我覺得大家買鞋子的時候 都要注意一下 最好還是都可以試穿啦 然後UK4 JP22.5 對 然後US4.5 好 那它其實 老實說舒適度沒有剛剛Superstar那一雙好穿 我覺得它是走久了腳會有 就是比較容易酸的 就兩雙比起來的話 當然還是都是屬於可以走跳的鞋子 不過如果說今天下午出國走的七天的話 我可能還是會拿金標那一雙 這雙就是我平常上班 或者是像出去逛街要逛比較久的話 就我會拿它這樣子 但相比這樣它的優點就是它的設計啦 它就是整個比較細長一點 拿起來比較應該會比較明顯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設計整個就是比較細長 所以它穿起來會比較修飾腿型腳 看起來我自己覺得會有一種比較更修長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修飾的話 它會比較適合 但如果好走的話金標就贏了 好 下一雙來看看這陣子應該蠻紅的 New Balance的 一個 我才忘記它叫什麼 850什麼的欸 它叫什麼 它就叫850嗎 對 它好像就叫850 這雙是那時候看COLS穿 覺得很好看欸 然後我就去櫃上試穿 發現它超級超級好穿 我那時候好像剛好要出國去日本玩 所以就想要買一雙比較好走的鞋子 畢竟在日本就是要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然後呢 它這雙的設計是比較運動一點的 可以看到它這邊還有那種投氣網的設計啦 然後旁邊的話是配一些偏冷色調的灰 還有黃奶茶色奶油色那種感覺 然後整體看起來就是一雙還蠻活潑的鞋子 可以看到它設計跟前兩雙就蠻不一樣的 但因為配色的關係啊 它的配色是比較柔和的 所以我覺得再搭配某一些不要太過拘謹或正式的洋裝的話 也是都還蠻OK的 那它最大最大的優點就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穿好走 我那時候穿它去日本走跳啊 真的超不容易腳痠的 可以說是比起愛迪丹那兩雙都更好走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找一雙很好走 但又還不錯搭的鞋子的話 它你真的可以去試穿或者是去考慮看看 那這一雙它的厚度可以看到它其實都還蠻厚的 這邊也是 所以它就是回到港它包覆性很好 它真的是搭久了也不會不舒服 但也因為這樣我覺得它整體看起來呢 是比較巨大一點的 就是沒有那麼修飾腳型的 可能拍照的時候就會覺得腳好像看起來比較大 配一些比較lady的衣服的話就好像沒那麼搭了 那再加上它配色的關係 因為它不是全白的它還有帶一點其他的顏色 所以某一些衣服在搭配上就沒有那麼的好看 也就是說它其實不算是一雙我覺得很百搭的鞋子 如果你想要挑一雙百搭的鞋的話 真的全白的就沒錯 怎麼搭都不會失敗的 那這一雙New Balance 850大概就到這邊了 總結來說就是好穿第一名 但搭配性相對來說比較低一點點 然後也沒有那麼的修飾腳型 但真的超級好穿 那下一雙來看 我買了還蠻後尾的一雙鞋 就是FILLA的老爹鞋 這個應該算是衝動購物吧 其實我原本是非常非常的不喜歡老爹鞋 就是這種鞋款剛出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大好醜 但人真的話不能講太早 就有時候你看嘛 我就會覺得很不順眼覺得很醜的時候 到某一天就突然很想要它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某一天就逛街的時候 就突然好想要這雙鞋 那又去貴商試穿的時候 總覺得 我不知道 我就衝動購物吧 我就把它帶回家了 就其實當下覺得很喜歡 可是買回來之後就發現完蛋 好像沒有那麼喜歡欸 對 那它這雙鞋 可能也是因為它厚度 可以看到它跟剛剛New Balance那雙蠻像 它厚度都是還蠻扎實的 然後也很軟 所以包覆性也很好 我之前去山林溪爬山的時候有穿 就是穿久了腳也不太容易痠 應該算是可以爬山 然後出去出圓門什麼的都很適合 但是 因為老爹鞋的鞋型就是很巨大嘛 可以看到就是超大 所以它在修飾腿型的部分我覺得就沒有那麼好 雖然我也有聽過一派說吧 是因為它很大所以腳看起來比較細 我個人是覺得沒有 我不喜歡啦 就是我穿久我覺得它並不是那麼的耐看 不過它的優點就是因為它是全白的 所以在搭配上 我覺得有時候甚至是會略勝於 New Balance 在地版 New Balance這一雙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們的比較 都是屬於比較大一點點的鞋 但New Balance這一雙呢 它就是又更細長一點點 那可以看一下 看平起來 我覺得這一雙的質感是更好的 Feel Audition就是第一眼會覺得好像還不錯 但看久了就覺得沒有那麼耐看 所以算是真的是我這裡面的鞋子 我唯一後悔的就是這一雙 真的是衝動購物 不過它的價格相對來說 比起其他雙是便宜蠻多的 其他雙大概都是兩千多三千多 那這一雙那時候嘛 我印象 有沒有到兩千我忘了耶 就是大概兩千上下裡面 就是整體來說算是它們年價格最好入手的 好 那Feel Audition就到這裡啦 接下來跟大家講最近的新款 就是它的 Vegra的鞋 我會想要買它 其實一開始是因為Emma Watson 然後後來又有看到很多的街拍啊 都是穿它 那剛好有一次去逛街 就發現 欸有看到它的櫃耶 然後 欸那一櫃其實應該不算 他們就是不算Vegra的櫃 應該算是有點像選品店那種 然後我就有進去試穿 一穿反正喔不得了 好喜歡 所以我就把它買回家了 然後 這一雙鞋讓我很訝異的是 它算是這種 有一點點 可以稱它是板鞋嗎 這鞋款 看起來很細長 那鞋子也比較偏薄的 我原本想說它可能就是 好拍 好搭 但是 舒適度也許沒有那麼高的鞋 沒想到它超好穿的 那再加上 它是一個 算是 蠻強調環保的牌子 所以我對它的印象非常非常的好 像它的鞋底好像都是用 比較環保的材質製作的 我覺得它厲害的是 它其實不是你一開始試穿 就會覺得 像剛剛 New Balance 或是艾迪達 會覺得穿進去 哇 保護性好好喔 會覺得很舒服 但是呢 你實際買了它 出去走路之後 會發現 收舊了腳竟然是不會痠的 然後 它的彈性是好的 這個 這一點真的是 讓我蠻驚艷的 我現在每一天上班 都是踩著它處 就是其它的鞋就有點被冷落這樣 然後再加上它的 它的鞋型 可以看到是這種 細長型的 就是剛剛講的腳 會比較修飾腿型 所以整個感覺啊 風格是比較 我自己覺得是比較優雅的 然後也比較簡約啦 那它除了旁邊這一個 還蠻基本款 有一個 黑色的V之外 它其實還有全白的是 V是用內縫的方式 或者是像是 全白搭配米黃色奶油色的V 或者是紅色的V 就還蠻多款的 那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不管是電箱 或者是網路 那有一個頂要注意的是它的尺寸 這一雙我是拿最小的 最小的是 US5 UK3 然後 JP22 那 其實我拿這一雙 一開始穿 我還覺得有一點點大 那是因為我通常習慣 鞋帶只是綁到就是 第二個 我沒有綁到這個上面 所以覺得好像有點 爛爛的 可能需要用一個鞋墊 但後來我就把鞋帶綁到上面 就是綁好綁滿這樣 我覺得就還蠻OK的 所以如果你腳真的非常非常小 就平常可能要穿到二衣之類的話 這一雙可能就會有點大 就是要注意一下 好 那這一雙 整體來說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 那它的價格相對於其他品牌來說 是比較高一點點的 我記得它的定價好像是4000多 不過那時候我買有打折 所以印象是在3000多到4000那邊買到的 就是大家可能如果要考慮價格的話 它確實是偏高一點點的這樣 好 那這一雙真的是還蠻推薦給大家 它真的是超級超級好看又好到 我真的是超愛它 給它100分的那一種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這一雙好了 算是我唯一一雙精品球鞋 就是它LV的小白鞋 其實我那時候會買它 我想想看我的心態是什麼 就是我真的很喜歡很喜歡小白鞋 然後那時候去櫃上一看到它 就有一種一見鍾情的感覺 就覺得它的鞋型好好看 它的設計超細緻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那它已經被我穿得有點髒了啦 就是旁邊這邊 是那種很乾淨的設計 沒有什麼太多餘的地方 那就是旁邊還有一排小小的 它品牌名字 然後後面就是很簡單 沒什麼東西 這樣子 然後前面的話就是 他們的logo啊 然後再加上小小的金扣這樣子 我就覺得 這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完全被它吸引 然後當下我就試穿之後 就有請SA幫我定我的尺寸了 那這一雙的話我的尺寸是34.5 我記得好像也是最小的尺寸了 但其實我覺得穿起來還是 一點點點拉 但不會到會就是這樣 腳會這樣跑起來 所以看起來還蠻OK的 那它這一雙鞋 老實說呢 它真的很好看 它真的就是一雙非常非常適合穿搭 還有平常逛街的鞋 可是呢 身為一雙很貴的鞋 它的舒適度我真的蠻失望的 就是 它穿久了我的腳會痛 對 是會痛的那種 還不是只是會痠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有一個地方會摩我的腳 我還沒有找出那個地方是哪 但就是 反正舒適度呢 相較於剛剛其他幾雙 是真的略遜一籌的 但是它的精緻程度啊 還有它的好搭程度 真的是 無話可說 因為它是 全白的設計 加上一些金屬的設計 我搭洋裝 或是比較 Lady一點的東西 都完全完全沒有問題 那其實 如果大家喜歡像這一種設計啊 真的白到不行 然後又有一點金色元素的話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好像是叫 common projects的 它們的白鞋 我也很想買 它是一雙 我會把照片放在這裡給大家猜 它就是全白 然後旁邊有一些小編號這樣 那個我也真的很想買 只是因為鞋子的話 我還是會比較想要親自試穿過再買 那目前我還沒有去試穿過 所以我也不敢冒然的上網訂 就一直還沒有入手 可是我覺得 有朝一日我應該還是會買它們的 好 那就是 題外話啦 如果大家想要買一雙 類似LV這個設計 然後又 呃 沒有那麼打Logo 或者說價格再便宜一點點的話 大家真的可以去參考一下 common projects那一雙的 好 那這個 LV這一雙就到這邊 我真的還是很喜歡它 但 它真的就是一雙 重看 不重用 可以這樣說嗎 這鞋子啊 就是很好拍 很優雅 但真的不好穿 週舊了不行 可能逛個一兩個小時的街還可以 但可能一整天的話 我就不太行的那一種 好那這雙就到這邊 那最後一雙是 我猶豫很久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它其實已經買不到的 這個 COST 跟Grace Gift COST的聯名鞋 那 嗯 它對我來說 老實說 沒有那麼合腳 我那時候尺寸有點買錯了 所以 我買23 但 真的是大蠻多的 就是 我可能說要整個小一號 但那時候 因為COST的聯名鞋 太搶手了 所以我也想說 那就不要退貨 我就還是把它留下來 然後 放了一個小小的鞋墊 在前面這樣子 那這雙我很喜歡的一個點 是在於 它是方頭的設計 同時旁邊呢 又是一個 有一點點跟的 不是完全平的 那種小白鞋 因為我之前買過 蠻多小白鞋 它是整個平地的 就沒有這種 可能兩三公分的根 我覺得蠻可惜的 因為有這樣的根 會感覺更 嗯 更硬實一點嗎 就是更 有個性 更俐落一點 所以我還蠻喜歡這種 低跟的小白鞋的 那 老實說這雙其實真的買不到了 不過市面上還蠻多這種 全白全皮的小白鞋的 我還蠻推薦大家可以去找一雙這樣的鞋 因為它真的就是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搭 比起剛剛的球鞋款啊 它的擺搭程度應該是最高的 我自己這樣覺得啊 就是這種全白的皮質小白鞋 不管是當休閒的啊 熟女的啊 或者是比較 正式一點的場合 我覺得都還蠻適合的 像我以前實習的時候 就很常穿這種小白鞋 跟我的樂服鞋會困擇穿這樣 所以這個 這樣類型的小白鞋 我真的是很推薦大家去買一雙回來 放在鞋櫃裡面的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的小白鞋搜查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 還蠻多人會問我問題 就是小白鞋都怎麼清理 像是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點髒污嗎 一些灰塵啊什麼的 像這樣子的話 通常我就會 可能用獅子巾 或是抹布沾濕 然後擰乾 再把它擦掉 擦完之後 再用衛生紙把它 就是擦得更乾 那擦完之後 再把它放到通風處 讓它硬乾一下 不要馬上收到鞋櫃裡面 那還有另一個方法 是我自己最常用的 就是 之前在日本 我買了一個這個 清理白鞋的橡皮擦 但是台灣 其實我不太確定 買不買得到 或者是不是要請代購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截圖一下 這個 我就會 在髒污的地方擦一下 老實說我已經有試過一般的橡皮擦 也算是新的 銅的 但相比這個橡皮擦 真的有厲害一點點 好 那我拿這裝來示範 好了 它前面這個 這邊有一個 黑黑灰灰的 大家有看到嗎 像這個我也是會 穿回家之後 就會拿這個橡皮擦擦一擦 這種擦子 我覺得真的是還蠻好用的 白色的鞋 對啊其實有時候 穿久了 會不覺得它 好像 哪裡特別髒 但就是 好像濃了一層灰的感覺 那 有時候用這種 擦一擦 我覺得它好像 有一種 煥然一新的感覺 那 如果說是真的 髒到不行啊 我就不會自己清理 我就會拿去 專門洗鞋子的店 幫忙清理 因為那種 太過 太過嚴重的髒污 我覺得自己清理 我還蠻擔心的 因為我之前也有鞋子 就是自己洗到泛黃 這樣 所以後來我都是選擇 直接拿去 專門洗鞋子的店 我稍微擦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 剛剛這邊灰灰的 擦完之後 它就 已經乾淨非常非常多了 就只是大概這樣擦一下而已 這樣 沒有陽光 我覺得這個擦子真的是 還蠻值得 買一塊 放在鞋櫃或者是衣櫃裡的啦 像我的白色流浪包 真的很容易變得灰灰髒髒 那我也會拿這個擦子 直接擦一擦 不過呢 在擦白色皮具的話 畢竟我是一個很 心疼包包的人 就是我很愛我的包包們 所以 我在擦之前 像這裡有黑黑黑黑的 我就會先把它在白紙上擦掉 就是 確保它是一個乾淨的狀態 我才下去擦我的包包 那鞋子的話 就沒有顧那麼多了這樣 對 只是提醒一下大家 不要太黑黑的時候 就拿去擦包包 你的包包可能就是 也會變黑黑的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啦 就希望 我把一些收藏 還有一些新的 有幫助到大家 真的是 欠大家蠻久的 也是蠻不好意思的 謝謝你們等我 那影片就先到這邊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影片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讚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有空也歡迎到我的Instagram 跟Facebook走走 通常會有一些很好笑的朋友 我都會放在Instagram上面 那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拜拜